如苏朝云 这连池大四叔说的 若言其有 在能念之心 本体自控 真心有没有 有 真心在哪里 真心无处不在 真心像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都不是 它是宇宙万有的本体 它是当人自信 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 自己的本心 它不是物质现象 也不是精神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所以佛法当中 用一个空字 来显示它 这个空 不是什么都没有 它真有 但是它什么都不是 我们六根 接受不到 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六根 能念之心 本体自控 苏念之福 了不可得 了不可得 跟本体自控 是一个意思 完全相同 苏念之福 本体也是空的 能念之心 也是了不可得 也是了不可得 要不要念的 念得清清楚楚 了了分明 若延期无 我这能念之心 灵灵不灭 所念之福 历历分明 无念而念 念而无念 也死路绝 不可不可得 名状 完全给我们 讲境界 入这个境界 这个就是 大吃大悟 之前的境界 我们从 四一心 念到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就将近开悟了 一开悟 就是理一心 言思路绝 就是不可思议 言是言输 思是思维 都达不到 言语跟思维 都达不到 不可名状 无法可说 也没办法形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